往德恩雅那永久屋的产业道路 纵使颠簸难行 部分德恩雅那永久屋的安置村民 在风灾之后 仍不忘到未来的新住处看看 目前大概完成69% 但是我们预计的应该是在85% 所以大概落后的就是16% 那后续就台风过后 我们会继续追上 那下一个阶段就是8月底 会先交BC区 BC区的27户 那10月底就是整个完工交屋 包括这个工业拆除环境整理 可能会在11月底左右 莫拉克风灾过后 部分来奇村居民4年多来 坚持离灾不离村的政策 最后选定这片6公顷 德恩雅那永久屋预定地 在2013年12月19号终于动土 以绿能建筑的概念规划共42户 耗资约3.8亿 村民看见新家园的出行逐渐形成 相当期待又兴奋 那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里生活 开始的生活 要怎么去营造一个 我们真正宗族的特色 那个传统的教育 对小孩子也是要 从我们的文化 也会开始去教导我们的孩子 认识我们宗族的文化 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 就是尽量去不要去破坏任何的 它的原貌 如果没有很好的规划 就引进很多的客人来这边 可能对整个的部落 整个我们的生活 都有很大的一个破坏 而当初村内决定 迁居永久屋的42户 与坚持留在村内的居民 曾经也因此产生不同意见 虽然过程有些争议 但居民认为 只要是为来吉村好 一样可以共同为部落产业振兴 来做努力 当时88 整个我们来吉部落的命运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但是机会也是一样的 但是真的机会是要看大家 自己要不要争取这个机会 我们120那边 我们还有自己的地 我们想说 我们还要继续在那边工作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找 比较离我们部落比较近的地方 让我们方便 因为你签到那个地方的话 就造成我们来吉 重建的这个经费 就会被瓜分掉了 好不容易 村区都来的 那个农村再生计划方案 是要放在来吉 不是放在多案 所以这个最后很明确 它也可以享受到 因为你在来吉的产业 也可以享受到 农路啊 这个观光产业 都都可以享受到 只是你的家 你是属于十字路而已啊 位在十字村范围内的 德恩雅纳永久屋基地 居民户籍认定 未来是十字村 还是维持是来吉村 也是留在来吉村居民在意的 村民希望中央能尽早解除 危险勘于地区划定 让留在原部落居民 能更快速大力推动 村内建设与发展 记者亚本五六嘉义案例生采访报道 在这一段时间 到明镜上 我们好朋友们 好朋友们 我们好朋友们